大家好,我們這一組想要設計的這個遊戲叫做Echo King 它是一個生態遊戲,那我們這一組剛好都是生物老師 我們的主員有裴萱還有慧娟和我是怡君 我們的卡牌設計因為是生態系 我們主要是想要使用在國中生物課 國中生物課的生態講得非常簡單 我們希望能夠讓學生了解說 生態系有一些比較具代表性的生態系 它分別會有哪一些物種在裡面 然後我們想要讓學生可以了解這些簡單的生物 有一些可能是台灣特有的 或者是一些比較常見的生物 它們的實性或者是它們在生態當中的地位 所以我們的初步設計的卡牌 假設它長這樣好,反正它第一階段先長這個樣子 我們就可以看出這個牌上面有一些資訊 例如說像這個照片還有這生物的名稱 以及它的食性關係它是屬於草食肉食還是雜食性的 它的生態地位是生產消費還是分解 這邊都有,然後在一個特殊的地方就是它的背景顏色呢 也是一個關鍵 它的底色呢就是代表不同的生態系 例如說綠色呢就是代表森林生態系 然後呢黃色呢就代表草原生態系 那一這樣子我們有四種生態系 先想說先試做看看 海洋就用深藍色的底色來表示 然後溪流就用淺藍色的底色來表示 好,那我們的所以卡牌設計呢它的正面和背面呢 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我們想出來的玩法 目前有想到兩種玩法 第一種玩法呢就是類似UNO牌的玩法 所以其實我們剛剛設計的卡牌呢 它的風格還有上面的資訊呢 我們也是就是暫且先跟UNO牌有一點點像 那這個玩法大家應該不陌生 就是先將所有的牌呢平分給所有人之後呢 第一個人丟出某一種特性的牌 那這個特性呢就是剛剛所提到的說 譬如說是什麼生態系 或者是什麼樣的實性 或者是什麼生態地位 它先丟出來譬如說我先丟出一張綠色底牌的牌 那在丟出來的同時呢 因為我們還是要學生物 所以呢 他必須要講出這牌上面呢 有什麼樣的生物 譬如說台灣黑熊 丟出來的時候同樣 同樣必須要認得那個生物 那接下來第二個人呢 他就必須要跟他丟一樣底色的牌 要丟出森林生態系的牌 同樣呢把那個生物的名稱講出來 好 那當有些人手上呢 可能沒有綠色的牌 那他就可以利用我們所設計出來 有點像UNO裡面的那個功能牌 就是說譬如說我想要把這一局 現在改成用實性的 用實性來下牌 所以他就可以把功能牌 再加上他的那個實性 譬如說我要換成草實性的牌開始出 我就直接丟出來 反正就是類似這種玩法 好 然後最先呢 戳完手中牌 然後喊出 欸 後面的人他就贏了 好 這是我們第一種遊戲設計 那第二種玩法呢 是要讓學生可以體會一下食物鏈 這個 這個 概念對學生來說 通常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所以呢 我們就先把所有牌呢 發給每個人六張牌 剩下的牌呢 就蓋住放在桌上 放一疊 那第一個人呢 要從桌上取一張牌之後呢 這張牌他可以選擇他要自己留著 還是呢 他要他不要 他要丟出去 好 那這 如果自己留著的話呢 他就是要留著 等一下呢 他要排出食物鏈 那如果不要的話 丟出去就可以讓其他人看到 好 那 接下來反正就這樣依序 依序呢 把每個人手上的牌呢 都依序 拿桌上的牌啊 然後留下或者是丟出這樣子的順序之後呢 最先能夠把手上的六張牌 排成兩種不同生態系的食物鏈的人就贏了 好 大概就是這樣 那食物鏈就一定要有生產者 初級消費者 次級消費者這樣子 好的 的排序 我們目前想到這兩種玩法 嗯 好 那 教學設計就是希望呢 可以用在國中生物 然後 看可不可以在課堂當中20分鐘 有一點像是引起動機 然後呢 他們希望他們能夠在同時認識這些生物 對這些生物可能有一點點興趣 然後呢 食物鏈的部分啊 同時呢 還要告訴他們 他們可能會想說 譬如說 台灣黑熊會吃蛇嗎 之類的 為了要排出生態系的食物鏈 就會去思考這些問題 然後希望他們可以藉此去查資料什麼之類的 對 好 這就是我們的 目前初步的遊戲設計 老師各位同學大家晚安 我們這一隊是主動三寶 那顧名思義我們就從主動來的 對 然後我們的遊戲名稱是 英語拍拍拍 那各位同學要不要猜一下我們的 就是大概是怎麼進行 就是拍 對 重點是那個拍 對 然後我們 設計的靈感是來自這個桌遊 叫阿克里豆 他的玩法大概就是說 就是可能一樣兩到六個人 然後就有一些牌卡 有一些圖 然後可能就是 比如說藍色那個是醜娃娃 然後如果是拍的 就是每個人翻嘛 翻到第三章一樣的時候 那個醜娃娃出現了就要喊 阿克里豆 就是 然後喊到的就贏 然後就會把那個牌收下來 那我們就把這個靈感 就是把它用在 設計那個英語 英語課的單字啦 句型啦 或是就是單字這樣 就是藉由玩遊戲來寄單字 然後我們的對象是想要就是 設定在國小三四年級的學生 然後學過一些基本的主題單字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是分三種套卡 三種三套那個單字卡 有那個動物 動物字卡 然後我們就想了一些動物的單字 然後每張可能就會做個五張 然後還有第二組是那個數字的 就簡單的一到十 然後再來是巨型的 巨型的 然後可能就是 就是一些基本的 大概這樣 然後玩法 玩法就一樣類 就是一樣兩到六個人 然後先把那個牌全部散落在 就把分上放在 擺在桌上 然後就猜拳 決定那個開始的順序 然後依序 比如說從一號開始 就順時針或逆時針這樣玩 然後輪流翻牌 那一樣如果翻到第三章一樣的 好然後就要 就是要搶拍這個牌 然後要喊出那個上面那個單字 好然後如果就最快的人 就可以拿到那所有的牌 那最後擁有最多卡牌的人 就是勝利 那念錯如果念錯 就是說你如果拍了 但念錯就不算 可能就繼續繼續玩下去這樣 好然後那我們就做了就是舉例 好比如說假設我們從這個箭頭 這個點的這個人開始 然後他翻了第一張dog 好然後他就是cat 再來翻出來 都沒有一樣 好再來有第二張一樣的cat 然後再來 欸第三張cat出現 然後就要趕快拍 第三張出現那個 然後要喊出那個英文單字 剛剛那兩個是舉例的是那個 動物跟數字的玩法 然後這個是舉例那個 劇型的玩法 那一樣是把就是卡牌散落在桌上 然後一樣決定順序 然後翻牌 那翻出來的牌如果能順利組成一個句子的 就一樣要趕快拍那個卡牌 然後要念出這個句子 好然後一樣如果念出來的又快 然後就可以拿回所有的牌 那一樣就最多的就是勝利 好那一樣念錯就不算 好那我們一樣有就是舉例 好一樣比如說從這個人開始 然後翻出來了 好然後再來 好再來 這個有可以組合成句子嗎 還不行對不對 好那繼續 好這個有了嗎 還沒 好繼續 好欸這時候you了有了對不對 有主詞有動詞有受詞了 好然後他就可以趕快拍那個you 好看你是要講I miss you 或I like you 都可以 好那如果說就說 對對對 然後就是然後念出來就可以把那個牌收起來 然後最後最後就是拿到最多牌就獲勝這樣 好謝謝 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我介紹一下我們這組要去介紹的這個遊戲 那我們是將我們自己的這個桌遊啊 命名為這個礦場大亨 那顧名思義就是 就是要去找最多礦產最多資源這樣子 那先介紹一下整個大概內容 其實背景是源自於大部分 就是因為我們過去大部分就是要賺最多的錢嘛 那我們這個這一款是要賺最多的礦產 但是大部分可能就是只支骰子 然後走走步 然後錢就是多少錢就花一花贓 大概是這種模式 那我們的方式 我們方式是你原本也有錢 就是你有自己的錢 可是你還要去計算說 因為現在有多少礦產 那資源是有限的 所以那個礦產裡面有多少資源 最後也會花到沒有 那就要做一個計算的這個動作 那一開始是大概整個背景大概是這樣子 那最終就是因為資源有限嘛 所以最後資源會被你挖光 那挖光之後就是 最後就是整個判斷勝負 就是判斷說 我到底誰的資源比較多這樣 然後做一個這個 頻段的這個標準 那我們有幾個基本配備就是 我們會有兩個骰子 那這兩個骰子就是 也是因為我們是 等一下我會秀那個 就是我們的那個畫面 然後骰子就是用來 用來就是說 你要走幾步 那當然就是你走幾步 就遇到有一些事件發生這樣 那就會發生 你可能挖到礦產啊 或是你失去一些東西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礦產卡 它這個意思是說 它其實有點類似 就是礦產卡就是說 它跟你那個資源就是相關的一些事件 就是可能你走到這一步 然後你可以取得一個金 或是取得一個銀這樣子 類似這種事件卡 然後鈔票就是 就是除了礦產之外的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你的一些 基本生活開銷的一些鈔票部分 所以我們這個遊戲其實有兩個東西 一個就是你鈔票不能歸零 然後再來就是你要追求最多的礦產 那再來就是命運 就是跟那個大富翁有點像 就是你會遇到一些命運卡 命運卡就是比較多 就是它有一些 我們目前我們自己討論 是有大概規大概幾個東西 一個是入障卡 就有點像是電子式的那種大富翁 就是我在前面第幾格 然後放一個入障卡 那如果你超過 反正到這個地方 你就會卡下來 那就會發生那個事件 那這個好處是 就是你 假如你發現那裡有一個很好的點 然後你要先把 那邊先射一個入障 你就可以透過這種方式去拿到 那道具卡的意思是說 它有點類似說 像我們如果一般發生 前面講的那種礦產卡 前面那個事件的時候 假如你原本可以取得一個資源 那因為你有特別的道具 然後可以變兩倍三倍 這樣子的這種道具卡 然後歸陰卡 就是那種類似軍婦卡 或軍品卡 就是大家 因為已經覺得好像 情勢對自己不妙 然後就是大家 全部重新來過 那種reset的感覺 大概是這種 我們基本配備大概這幾格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這個畫面 其實就是原主體大富翁 就是一開始從某個角 某個角角開始go 然後它這邊就是講的每個礦產事件 就是你可能走到這一格 然後獲得這一塊 這邊資源 像這一塊就是我們分四個部分 就是金銀銅鐵 然後就是這邊就是金礦 然後銀礦 銀礦 銅礦 鐵礦 分這四個礦產 然後就到這邊 然後就取得一個金啊 或是失去什麼東西這樣子 這邊會有事件發生 然後我們剛剛說 講的這種現實的這個鈔票 就是你要透過這種 走過這樣就經過了一個月 然後你就會有基本收入 所以經過這邊 你就會拿到鈔票 可以使用 那我們的遊戲大概是 整個畫面大概這個樣子 然後 一些戰略選擇 就是我們一開始講的那種骰子啊 我們有兩個嘛 所以我們會透過這種 就是乘法加法跟減法 就讓一開始丟人先講好 你看前面可能 如果你現在在金 金可能價值比較高 你就想要讓它走慢一點 那你可能就用減法 或用加法 那可能你現在 在鐵礦的地方 這邊資源就是 比較不值錢 你可能用乘法 就是盡快繞過去這樣子 類似這是戰略上的應用 然後 多元就是剛剛講的 就是除了貨幣還有礦產 然後 可以取得什麼東西 應該是心算吧 就是 在 因為它主要有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邏輯 邏輯就是因為 你除了鈔票之外 你還有礦產 所以你要很清楚 那第二塊就是 紙骰的時候 你會運用到心算 大概是這幾個 那就是我們 我們這組的這個 簡單介紹 老師還有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那個這個 我們設計的桌遊呢 我們叫做韓吉的後裔 好 那其實這個 我 嗯 因為其實我們這個版本的遊戲 我們討論過很多遍很多遍 然後大家看到這個應該嚇一跳 對不對 覺得哇賽 你們這一組織要做這麼多 對我看到的時候也嚇一跳 因為我們有神一樣的隊友 因為我們討論太多次了 所以有太多太多種不同的版本 然後他就很細心的去把就是 加評他去把這個東西弄出來 那 剛開始我們在討論的時候啊 我們就說 因為我們講韓吉的後裔嘛 那最近我們不是520 總統大選 就是總統才剛上位嘛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 台灣人總是會是 有屬於我們的天下 所以我們想要統一世界 所以呢 我們就是 所以我們今天我們所要玩的遊戲啊 主要就是從地 因為我們 我們這一組有三個人 那其中有一個是地理老師 有一個地理還蠻強的 有一個是地理白痴 那今天是地理白痴上來報告 遊戲的規則是要告訴大家 就是這一款遊戲 不管你 地理強不強都可以 都可以玩 好 然後我們的遊戲規則呢 其實這個是 還沒有完全定案 所以就是請各位同學 可以給我們不同的意見 我們總共會有四個玩家 然後我們是要從台灣出發 然後從這裡開始就是 因為我們會有用骰子 來決定我們移動的步數 我先介紹一下我們的工具好了 就是有骰子 然後我們的行走 可以向上向下向左向右移動 那在哪裡行走 等一下再說 我們其中的牌 會有出現有功能牌跟棋子 功能牌就像這樣子 有自由女神像啊 有不同的類別 有地標界 這個是我們目前講 就是至少三種類別 後面還會再不斷增加 然後棋子主要 其實我們有一點像那個卡卡送 其實就是它上面的衛兵啊 跟汽車 其實就是我們要去佔領地盤用的 我們的棋子的用途是這樣 那到時候會有多少種不同的類別 我們的棋子就會一直增加 因為我們還沒有定案 我們討論過太多種不同版本 每個禮拜來都有不同的進度 然後就跟上一次的遊戲 又會不一樣 然後再來就是 這三種類別 有地標 然後建物跟動物 目前啊 就是我們現在三種類別 所以我們棋子就是有三種 就像卡卡送它有幾個衛兵 然後有幾輛車子 然後它就是要去佔領地盤的意思 那像我們 我看一下齁 我們這邊怎麼玩 在這裡 這上面都有小小黃色的格子 就是我這個就是我們在數 到底有多少個格子 我們本來還有討論過要翻牌 可是就有點像那種皇帝 然後後宮今天翻什麼牌 可是還是不行 所以後來才又修 那在這裡就是我們玩的時候 是先指骰子 然後從台灣出發 那每個人手上都會有不同的牌 例如像今天我們可能假設一號 一號同學他總共有四張牌 那他的四張牌裡面呢 他先決定 他可以決定他要像 就剛講的像左 像右 像上跟像下 那這四張牌裡面 他自己知道他有什麼牌 他現在 他 例如他現在 我看一下 他在這裡他可以歸納出像雪梨歌劇院 還有袋鼠 這個其實都是澳洲的產物嘛 對不對 大家知道澳洲在哪裡嗎 在右下角對吧 然後在這裡呢 他自己心裡面就知道說 欸他這兩個都是在澳洲 所以他如果想要佔領地盤的話 那他就大概到時候選擇他就會要向下走 所以他如果只塞一次可以直到這裡 好 他應該就想要佔領這一塊 那可以放這兩塊 這兩個東西上 這兩張牌就可以出 因為每出一張牌 你就必須要再抽一張牌回來 然後如果說他今天先把 他現在有一個 假設他自己先放了袋鼠 那另外一個二號同學 他就拿到了五尾熊 他也想要佔領這個地方 可是呢 兩個都剛好在這一個格子裡面發生了衝突 在這個時候 因為兩個人的類別都是一樣的 我們剛剛講這個都是動物牌嘛 兩張都動物牌 所以就無法不分上下 就沒有辦法說這塊地盤到底是誰的 誰佔領 可是如果今天 一個是用雪梨歌劇院去佔領他 另外一個出動物牌 那很抱歉 這塊地應該就是屬於雪梨歌劇院的 對就是所以我們的那個 應該講說用路標啊 然後還有動物 我們其實就是做一個階級的區分 就是要決定到底這一塊地盤到底是誰的 然後再來 有什麼好玩的 其實就真的跟那個卡卡送其實還蠻像的 然後在這裡就是那個嘉評下的一個註解 他成績好不一定會贏 對 成績好也不一定是地理成績好 然後我們的教學設計就是 就是我一直對於第一點 我非常的 因為我們兩位同學 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他們兩個都可以非常開心的 哈哈哈哈 可是我完全不懂他們兩個人在笑什麼 他們可能因為我們之前討論 還有講說可以講氣候 可以講農作物 可是我覺得那對我而言是很困難的東西 所以他們提出來我會一直不斷地去否定 但我們現在還沒有完全地達成共識 那可是其實我們最希望就是說 至少同學玩過了這個遊戲之後 能夠有一點點基本的對於地理上面 因為我們現在講的是三種類別嘛 那可能後面還會有一些農作物啊 氣候或者是地形 所以我們就說至少有一點點基本的概念 因為我們自己討論 我有一個心得 我就覺得說像上次我們玩那個學長他們的遊戲 那我是會覺得說 因為都是要必須要先從最基本的去想 然後想完之後再去增加很多很多不同的功能牌 這樣子的話我覺得這個遊戲才會越有趣 因為我們之前就討論得很開心啊 因為我們還有討論過說 那例如要走幾步啊 有的是搭飛機啊 有的是用走路的 有的是用爬的 但是後來還是沒有定案 因為有太多太多種不同的idea跟想法 大家好 我們這一組要做的是那個台灣黑熊封鐵道 就是我們是以台灣的鐵道就是為主題 然後這就是我們的那個卡牌的封面的設計 然後我們就是設定的玩家是三個人 然後我們會有60張鐵路牌 就是分北中南東然後各15張 然後還有戰術牌6張 還有就是9個台灣黑熊 然後我們的那個就是北中南東就是會有紅黃綠藍來分別 然後就是就是會有那個鐵路的站名 就是比較就是以那個舉光號為主 然後就是三個鐵路牌就是會 會應該說我們就是要搶那個台灣黑熊 然後三個鐵路牌就是三張牌就是會成一個牌型 然後造成差別就是大小差別是就是我們看牌型排出來的 就跟那個我們玩的那個大老二蠻像的 然後這是我們設計的鐵路牌的樣子 就是就是會有那個地標為主 讓學生學到說這個證明就是它的主要的特色是什麼 然後我們玩法就是就像大老二的銅花順三條 還有銅花順子和對子還有亂牌 然後就是三個就假如說你是顏色相同 然後七八九這樣子就是銅花順 然後如果你是不同欸不同的顏色 然後但是你是七七七或八八八這樣就是三條 然後銅花的話就是就三個欸顏色是一樣的就是都是綠色的話 然後但是你數字是不一樣的就是可能是七八九這樣 欸不欸顏色是相同的啊對 然後但是數字可能可以不一樣 就反正只要顏色相同就是銅花 然後順子的話就是就是顏色可以不一樣 但是要七八九就是要連續的數字 然後對子就是只要有兩張牌數字是一樣的就是七七或八八這樣子 然後另一張牌就隨便配 然後如果都不屬於上面任何一種牌型就是就是最小的 然後我們就是以這樣子牌就是九有一個很像賓士的形狀 然後就是九隻黑熊就就是然後一個玩家就會要搶你 你靠你這邊的六六隻黑熊 然後你就是先搶到五隻就贏了 然後我們戰術牌就是就是有也是以台灣的地名為為主要的那個設計 然後就是會有那種可以跟別人換牌啊 然後或者是指定對方棄牌啊 然後或者是就是你可以指定自己的牌面上的一個數字加一 然後也可以就是讓你的那張牌變成任意的數字或顏色 然後也可以指定就是自己等一張牌就是換另一個顏色 然後或者是減移 然後流程的話就是我們會有九隻黑熊嘛 然後你就是自己把你要的戰略牌放在你這隻黑熊下 就說代表說我想要就是拿這隻黑熊 然後呢就是你每出一張然後你就要補一張牌 就是你可以補鐵路牌或戰術牌都可以 就是反正你出一張就是補一張 然後你然後你下一位玩家就是就是照輪 然後就決定就可以看說你要放另一隻黑熊 你你不想跟他搶同一隻 或者是你要你要跟他搶同一隻都可以 然後就只要兩邊這隻黑熊的 這隻黑熊不是會有左右兩邊嗎 然後就是左右兩邊都放滿三張的時候 就開始比較牌型的大小 就是剛剛的那個牌陣就是你銅花順最大 然後這樣比下來 然後若是兩方的牌型就是一樣的話 就兩個都是銅花順的話 就是比三張數字加起來哪個最大 然後就是如果你就是就是就各比嘛 然後就是誰誰贏了就是誰的牌型比較大 就是可以拿到哪隻黑熊 所以一隻黑熊會有兩個玩家在搶 然後就是遊戲就是最後就是如果你你先拿到 有一個玩家得到五隻黑熊 或者是所有的牌都被抽完的話 然後就開始全部比大小 然後我們的教學設計就是 因為台灣就是還蠻有名的就是台灣黑熊 所以我們就以他為設計的主題 就是去搶台灣黑熊 然後就是可以也蠻可愛的就可以吸引大家的注意 然後然後就是牌卡的設計就是以北中南東 然後就是以從北到南每一個顏色都是從北到南排序 然後就讓就是玩家就是在玩的途中就可以逐漸的學習到 就是有一種就是灌輸久了 就是會會加深印象的概念 就是就是他玩久了之後他就知道這個 假如說中立就是有一個中央大學在中立這樣 對就是讓他們學習到台灣的地理和文化 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我們對名是數學老師不務正業主 然後我們的桌遊遊戲叫做地心引力 然後主要內容是就是教學設 就是想要讓學生了解的內容就是用各個地理環境 地理環境就是世界全世界不包括不限制你哪走 全世界每一個重要的景點或建築物或自然環境 對象啊主要是針對高高中 對高中 高中生國中生也可以啦 國高中生 好那 解釋一下為什麼我們叫數學老師不務正 因為我們三個都是數學老師 可是我們想到的是歷史跟地理的遊戲 因為數學遊戲比較困難一點 那我們的主要內容啊 我們是去參照一款桌遊遊戲叫做 雨破天機 雨破天機的遊戲的內容 那我們也是用做卡牌的形式啊 做卡牌這個形式也是像之前介紹那個 走過台灣的那個形式 就是有一個風景圖 比如說我們找一個自由女神的風景圖 然後那個有圖片 然後有下面的歷史由來 就是有它的一些介紹 然後呢 遊戲方法是 對象人數大概是三到五組啦 一組兩人左右 一組兩人一組兩人 因為兩人可以互助合作 所以希望是三到五組的遊戲方法 那它的遊戲方法就是 找一個找一組人 然後去抽卡牌 然後抽到牌呢 就那個算是出題者 就出題者知道 這張卡牌上面寫什麼 然後呢 會在一張很大的一個提示板上面 這遊戲方法是雨破天機的方法 就是很大的提示板 那提示板有非常多的項目 它可能有顏色啊 或者是數字啊 或者是景觀什麼什麼 它非常你想得到的提示都有 然後呢 出題者不能做任何的話 然後用簡單的小棋子 小棋子 在某些圖示點上面放東西 然後下面的 其他的 其他的 比如說三組嘛 另外兩組的人嘛 就要去 用這些提示的東西 然後去猜 去猜出題者 他這個人 這個東西 這張卡牌的 那個裡面寫的東西是什麼 那如果猜對的話 就會得分 然後出題者也可以得分 所以 這等於是在 測驗每個人的那個 聯想力之外啊 還有就是出題者的一個 那個 想像力的豐富力 因為你要把 比如說只有女神像 它是一個建築物嘛 然後你要去想它 可以歸類 可以提示出什麼 提示 線索出來 讓 讓那個 其他搶答人可以猜對 因為你要猜對 你出題者也要 才可以得分嘛 所以他遊戲方法 所以有蠻多的 比如說像 尼加拉瓜瀑布啊 或者是 那個 馬丘比丘神廟啊 之類的 所以有各個的一些 主要是找有 有地標性 而且又有 歷史的由來 讓學生們去認識 然後這是一個玩法啦 然後我想說 還有一些什麼 其他玩法可以 讓同學們更 融入一點 所以我想要另一個玩法是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那個 烏龍派出所 他也是有一個 他們曾經有一個 過年的時候 玩一個卡牌遊戲啊 就是 我們可以把這些設計玩的卡牌 比如說 三四十張放在地上 然後呢 也是有一個主持人出題 然後出題 比如說 呃 他就提問說 欸 就講的 講一句話啦 比如說 那個 講到紐約會想到什麼 之類的 這是卡牌背景而已 我們是取這個框 然後裡面 比如說下一張的那個 就是 取這個框 去設計成一些 我們需要的卡牌 所以我們剛剛 找了很多 像比如說 凱旋門 對 現在看到這個 它有國家 還有照片 然後它是屬於什麼 建築物嘛 或自然景觀之類的東西 然後下面有它的描述 歷史背景 然後目前我們找到這些資料 應該很多都是相當有名的 所以 其實 國道中生只要有一些 地底嘗試 應該會知道這些東西 然後這個就是 剛剛所說的 《魚破天際》的那個提示版 提示版 就是你 出題者 這其實也在考你出題者的一個想像力嘛 我講過了 就是聯想力 然後這張卡牌 比如說拿到剛剛那個凱旋門 我們必須要拿 透過一些提示 這些圖像都是 你要自己去想像的 你可以放哪些東西 哪些的提示的小棋子 在哪個格子上面 所以出題者 基本上不會說話 不能說話 所以 用這些格子 這些放的提示點 台下的組別要去猜 我們手上可能會有一些 小型的那個標記物 然後 我們現在就可以來猜猜看 我現在放的這個東西 是一個什麼樣的建築物 這樣子 我可能第一個我就先放一個 類似追題的樣子 然後再來第二個 我覺得它跟 某兩個顏色有關 就是 這邊可能看不太清楚 就是 一個是 橙黃色 然後下面一個是 三號那個是咖啡色 我可能放這兩個 然後再來 可能強調一下 剛才都 只有提示它的形象嘛 然後那它 第四個就是跟 土有關 所以它可能是用 泥造的一個東西這樣 你可能就 稍微猜測一下 然後第五個 它 在某個意義上 它可能跟信仰 跟一些信仰 或是宗教相關 然後再來第六個提示呢 我在那邊放了三個東西 那你可能就要猜說 為什麼我要在 一那邊放三個 對 我可能提示的意思是什麼 這樣子 那有時候 我可能會在 形狀放三個 代表說我非常強調它的形狀 那我可能會在 顏色放三個 代表說我非常重視它的顏色 那我在一放三個 請各位猜猜看 我在一放三個 代表我要猜的是 跟什麼相關資訊 就是 三個字 對 欸 答對了 就是 然後就 就翻開金字塔 金字塔那張卡片 這樣後面就有它的照片 和它的文字敘述這樣子 是 是